春节期间民进党高雄市长初选参选人立委赵天龄 他不但是勤走基层 今天大年初一呢 他也拜年第一站就选在政商关系相当好的高雄陈佳 赵天龄跟秦议长陈田茅两个人闲话家常 陈佳更是给予赵天龄很大的鼓励 他们都认为说这是他最好的机会 因为年轻人做事有活力又热血 一句顺利让民进党高雄市长初选参选人立委赵天龄 感到非常满足 因为大年初一拜年的第一站 他就前往政商关系相当好的高雄陈佳 向秦议长陈田茅请义 那家户告诉天龄委员说 现在世界各地都是年轻人在主政主导 那因为年轻人有活力有热血 所以天龄委员来担任大任这是最好的机会 我不敢奢求说他们怎么样的支持 我觉得刚才得到这样的祝福 我已经觉得非常的满足 我觉得他们对我更大的帮助 其实是头脑里面的智慧 赵天龄拜会陈田茅两人闲话家常 从生活家庭聊到经济议题 高雄市政的蓝图都是着重在这个经济工商 我们都知道高雄现在连口游施 那他完全针对了现在高雄目前不足的地方 然后加以补足 分党派的合作 我们要这个不分老中心三代 安喜秀子同样一个意志 就是把高雄的经济搞起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老议长过去的这样的风办 然后议长对于高雄的贡献 当然就是会在我拜年之旅里面的第一站 积极拼初选 赵天龄请听各界的声音 在春节期间拜会各方人士 更是请走基层 尤其庙宇活动也不缺席 就是希望能在人潮众多的春节时刻 可以与更多人挂钢检 民事新闻黄建宇高雄市报导 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赵天龄 趁着大年初一带着伴手礼 拜访国民党及高雄市前议长陈天毛 这样打破蓝绿隔阂的亲访 让陈天毛很赏识 认为赵天龄可以担起大任 因为年轻人有热血 有报复 有很快的执行力 所以可以天龄委员就可以好好的发挥 我们或许党派不同 但是我们的价值都一致 他们对高雄的贡献 对台湾的贡献 更是让大家所怀念 赵天龄拜会陈天毛两个人 闲话家常从家庭生活聊到经济议题 陈家更是给赵天龄很大鼓励 认为参选市长是很好的机会 但其实跟陈天毛见面已经不是第一次 让赵天龄印象深刻的是老议长的政治观点 我过去担任民进党中国事务部的前后 其实我们都会定期来向老议长请议 因为我相当佩服他的国际观跟两岸观 那他也给了我很多很多的指导 那今天来除了闲话家常之外 我也非常感谢老议长给我这样的祝福 赵天龄积极拼初选 请听各界声音 在春节期间拜访各方人士 更是勤走基层 尤其庙宇活动也不缺席 就是希望能够在人潮众多的春节时刻 可以跟更多人广刚景 记者杨宗铭高雄报道 除夕夜还有一个重要的活动 就是高雄打鼓炎 圆亨寺敲钟 敲响了大凡钟108响 替民众祈福 祈求新的一年可以国泰民安 高雄市长陈菊 他也是执政12年来 每一次都有到场 最后一次以市长的身份来敲钟 他说他的体会很深 平安是多么重要 希望借由这样的仪式 台湾都能平安 重达20吨的大饭中 在打鼓炎 圆亨寺建民长老 高雄市长陈菊 以及立委赵天龄 带领民众来敲响 传来一声声悠扬宁静的 平安钟声 大饭中 幽明智慧中 朝明国73年启用至今 全国第一座在除夕敲钟 这是圆亨寺丽莎的传统 敲响108响 也代表破除众生 108个烦恼 大方钟里面是刻着这个金刚筋 那么也借着这个 来听这个钟声啊 让自己的这个心灵更能够稳定 也可以啦 这个让我们的这个国家 能够这个更祥和 社会更祥和 然后国台民安 而这也是陈菊担任高雄市长12年来 以市长身份最后一次来敲钟了 可以看到他礼商表情 似乎有点五味杂成 对于这几年来 在敲钟这刻全都涌上心头 我想12年来 我深刻的体会到 整个平安是多么的重要 那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仪式 我们希望真的台湾平安 高雄除夕夜晚间 天气相当温暖 也吸引不少热情民众 一起用敲钟来迎接新年到来 大家脸上都露出笑容 在新年的第一天 就有个开心的开始 明日学员这下黄建宇 高属时报道 不只有北台湾 除夕夜南台湾高雄市长陈菊 在民进党高雄市长抽选参选人 也是立委赵天林的陪同之下 一起前往圆坑寺敲钟 虽然是任内最后一年前往敲钟 不过陈菊说自己对于台湾还是抱持着最大祝福 也希望苟年一切平安 投入这民进党高雄市长初选的立委赵天林 他就主打他的政策主轴 使着高雄未来的新经济发展 而扫街还有拜票也马不停蹄的行程当中 他也带领了大高雄的天团 有四名的子弟兵到凤山的黄昏市场 来发这一元红包 同时他也挥毫写下了这大高雄新经济旺的手写春联 拿起毛笔眼神专注立委赵天林精准下笔不假思索 辉豪写下大高雄新经济旺的春联 祝大家苟年经济更繁荣 高雄呢现在在所有的基础建设上面 得到很多的这个前市长的支持 已经有非常好的基础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赵商领之 现在就是畅旺高雄 所以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 我们写下了大高雄新经济旺 那这些四年三年就写了旺旺旺旺 然后所以呢我们这五个旺 希望说能够五个旺啦 我们期待未来的赵天林市长 带领大高雄旺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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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更繁荣 投入民进党高雄市长初选的立委赵天林 带领大高雄天团四名议员参选人 到凤山黄昏市场扫街拜票 除了手写春联还赠送议员红包 走到水果摊试吃百香果 酸甜滋味让他暂不绝口 立刻捧场一大袋 百香果 把他议员去前要百香果 初选倒数阶段 赵天林跟子弟兵连妹辉豪 向市民拜年 期盼新的一年 和大家一起打拼 把高雄打造成经济 活络成事 大高雄新经济 祝福大家 旺旺旺旺旺 记者赖春新高雄报导 旺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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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